你来追我呀 慢点 快来啊 快来 这里可以玩 快过来呀 你看这是什么 快醒醒 你快醒醒啊 死人死人 快快跑 这宫子好 八月 啊 五月 这宫子 和你 什么 这个 你 好 我 我 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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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有什么意外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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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卫公 我是来调查惠王爷被杀一事 尸体在何处 案发献上 祈求 大人请看 乱臣贼子竟敢如此对我皇室血脉 刘志福 下官在 素素将王爷一家师身收敛 是 快 快放下来 快 术王 济南王 这回是惠王爷 来人 在 传宗人服令 八百里加急 即刻命鬼眼神博吕长枝 速来此地调查皇族命案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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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吧 国公爷 王爷允命干系重大 这鬼眼神不如究竟是何任务 你可知道姚广孝吗 协助程祖爷静难的黑衣宅相 谁人不知啊 不错 那你可知姚广孝有五大弟子 他们各修成一脉其术 分别为眼 耳 鼻 手 足 鬼眼吕长枝便是眼脉的子带传人 请鬼眼前辈运功逼散久气 我要开始了 你们那点东西 我不开鬼眼 用罪眼足矣 不开鬼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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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师父自从断旨归去后 可曾跟你说过 我和他的恩怨从何而来 南疆三宣六位 何献了大门南疆风水渔土 你师父竟然被外族蛊惑 对这般重器下手 若非我好友闺须道上求情 怎么可能区区断职 就连结此事 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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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女子 不懂家国大事 只知道师父在外面被人欺负了 闺眼前辈 还有一颗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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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找了 这次 算咱们平局 你看你看没本事吧 这两本事你看 只有输赢 没有平局 这次 既然这样 是姑娘你自己拿出来 还是我帮你取出来呢 藏到胸前了 我输了 别拦我 别拦我 姑娘 赌约 是我输了蛙眼 没有说你说了如何呀 那你要如何 这样吧 你欠我一次 我有事呢自然会找你 你不得推通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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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十八百里下棋 老吕 老吕 等我 我无法从惠王一家的尸身上 凝出一滴残血 只有一种可能 什么 惠王一家是被高人镇断了浑身经脉 硬生生地将血液从身体表层逼出来 就连骨髓都不存在了 但只有王妃和郡王 都只是被普通割脉放血而死 由此可见 对方针对的是皇室血脉 那接下来该当如何 如此繁复地杀人取血 会有邪教血迹的行事风格 但凡血迹 尸体附近必然有遗鬼存留 我要去事发现场看一眼 好 我陪你去 不 这是据血针的施针法门 你速速前往蜀王和济南郡王处 同样以此法检验 我要先确认这三个案子 是不是同一伙人所为 协认这三个案子 还在羽毛上 你数据得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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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呢 我绮IOUSOAN 岳先生 岳先生 跟国公爷说一声 说我去找龟虚道长了 龟虚道长 吕长之特来拜访 果然有毒 放手 放手 师父 狗贼 狗贼 你有本事要杀了我 三龙出水 万里行总标头方清华 是你什么人 他是我爹 我爹一定会查清你的身份 为我和我师父报仇 龟虚道长是你师父 不错 我就是龟虚道长的俗家弟子 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方少兰 我乃龟虚道长好友 吕长之 刚到此地就见到道长遗体 你若拿不出证据 我如何信你 你就是鬼眼神捕吕长之 你师父跟你提过我 师父跟我说过 鬼眼有三 入微眼 百米之内可看清非营 虚余眼 一眼万年 在虚余眼眼中 所有人的动作都会慢上数倍 至于影离眼 师父说他也不值 从未见鬼眼施展过 不错 能知道这些事情 看来你的确是龟虚弟子 师父 师父 穷尽山海 少兰一定找到杀您的仇人 替您报仇 别动 怎么了 邓兔子 屋里 方姑娘 误会 我只是好奇你耳后的图案 所以才 臣众有点监制 要是别动 然后才能避兵 那参加一个很大的灵犯 也不需要 那些人都不拥有 你也不拥有 那么凉手 这些人都不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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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生吕大哥就行 吕大哥 十三年前 有贼人将我掳走 姓德师父出手将我救下 你耳后的图案 这图案出自南疆 是一门邪教的祭祀图腾 演化而来的图案 邪教 教名为撒苦拉 翻译成汉化 就是长生 所以又名长生教 这长生教 惯用人训血迹 在南疆 血迹 原本我以为 我也是血迹的对象 可是我师父早在十五年前 就联合了江湖上 一大批武林高手 剿灭了长生教 按道理来说 不会有余孽存在 若真如你所说 那长生教不仅存在余孽 而且此教本身 还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为何 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 吕大哥 我能否请求你 让我协助你调查 皇族血案一事 这样 也许能为我师父被杀害 找到一丝线索 好 徐大人 徐大人 老太医 有何发现 公元所言不差 是王爷生前是被人 活活震碎了浑身经脉 逼出血液 骨髓也消亡 安静了 来人 在 速速连夜 将此地结果 连同济南的结果 一并发给吕昌之 是 是 李大哥 你起来了 这套剑法凶狠惨力 杀性极强 和你的心境不合 多练 恐怕伤身 李大哥说得不错 不过 当初师父传授我这套剑法 本就是为了替我保命 方姑娘不介意的话 我帮你看看 嗯 凝神 静心 心脉欲结 像是外力造成的 没错 是当初那帮掳走我的贼人做的 师父当初传授我这套剑法 本就是想借着凶狠力气 冲破心脉阻碍 龟须道长的应对不无道理 只是力气冲得不止心脉 其他经脉也受到了冲击 不过是两害相权取息轻罢了 无妨 生死有命 我尽人事罢了 也并非毫无办法 在你练剑之时 只要有人可以随时封住你的其他经脉 让力气直走心脉 事后再服以药育 或许可以消减后患 我师父也是这么说的 只不过 这套剑法施展起来太过凶残 我驾以不住分寸 那位我风脉之人 不仅要躲避我的进宫 还要随时关注我的内力游走 这天下哪有这样的人啊 方姑娘 要是不嫌弃的话 在下愿意勉励一事 驾 李大哥 小心了 把我戴自己的抗手 救出来 不是 我帅哥 在这里 你把抗手 我建议 你所建议 他的券 他一定也不得童谣 这些人 他不得童谣 这个华 等身 是我疏忽了 你浑身穴道都被封住了一次 你先回屋静坐 运行内功 我马上去配药 来 去吧 方姑娘 李大哥 你恢复了吗 那我再帮你探探心脉吧 绿大哥 往后你就叫我绍兰吧 不用叫方姑娘那般身份 这 你要是不答应我 我可就要叫你李前辈了 好 我答应你便是 那你叫一遍试试 我听听 你 绍兰 嗯 吕先生 吕先生 这是供爷让我带给您的 给您 吕先生 吕大哥 小兰 你来看 这是蜀王府的现场图 蜀王府上下三百八十三口 全部丧命 若非尸臭味惊动了官府 怕是没人敢上门查探 不过诡异的是 四个身有皇族血脉的贵胄尸体 是藏匿在蜀王府地下营库之中 而济南郡王一家的尸体 都是被人用鱼叉定死在河底 济南王应该是鱼叉松动 才导致他的尸体飘到了岸边 对 慧王一家 则是被吊死在树林之内 对 金 水 木 金生水 水生木 难道对方是用五行的顺序来杀人 不大对 按照我师父的说法 他们供奉的邪神 与我中土完全迥异 金木水火土 五行相生相克 是我中原地道法门 不大会被纳入邪教的仪轨之中 这些又如何解释呢 或许 是巧合吧 吕神不在吗 县尊大人来了 县尊 县尊大人 本关唐土 打扰吕神部了 只是方才献中收到国公爷的飞鸽传书 这才赶了过来 怎么了 吕大哥 火灾 来 生火 历大哥 收拾一下 我们去吴王府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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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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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吕大哥 这里好像已无人居住 咱们今晚就在此地休息吧 明天继续赶路 好 虽然已经荒废了 但还可以挡风遮雨 少兰 今晚你就在此将就一晚 吕大哥 你 要去哪儿啊 此地群山连绵 恐怕有陆林渣寨 我在外面看着 把他们杀光 再撒开 少兰 怎么了 吕大哥 有人过来 我们先赌一赌 这我们来的吗 江湖市 蒋花卿 我们留在这里 难保会被当成后援 罗勇坤 你中了我的毒线上 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 那个叫罗勇坤的生命 我依稀记得 之前在道怪里 他曾经和师父发生过争执 你在这儿等我 好大的胆 我五毒教办事 无关人等 速速离开 此人与我有些关联 不如阁下 到此为止可好 找死人 杀 张国爷 解药呢 给你 给他扶下 滚 走 多谢大侠救命之恩 再下改邦 八代长老罗有坤 不知阁下如何称呼 少兰 下来吧 罗长老 你还记得我吗 是你 你是龟须道长的弟子 你们 正是 你们是龟须道长派来的吗 难道说我们帮主 有消息吗 罗长老 我师父 已经作画了 是 什么 罗长老 你先稳定伤势 咱们稍后再聊 好 好好好 吕大哥 酒 你带了酒啊 两个水壶 一支装水 一支装酒 是我师父埋在刀罐底下的老酒 昨晚我挖了出来 那我可以好好尝尝 好酒 二位大侠 罗长老有请 好 此番多谢二位大侠 不知二位大侠 有何事要询问呢 罗长老 据少兰所言 不久之前 你曾与龟须道长 有过争执 不知是否方便 告知争执的内容 说起来 我与龟须道长争执之事 与昨日我等 被五毒教袭击 也有关联 是他们杀了我师父 非也 他们也没那本事 源头 要从我丐帮屠山谷屠帮主 和五毒教教主 封啸啸说起 多年前 独厚封啸啸 来拜访帮主 随后 两人一起离开 结果 这一去不回 我等找上五毒教 他们说是帮主主动上门 带走了封啸啸 双方一言不合 就大打出手 那这和我师父有什么关系 龟须道长 你是他的弟子 你可知道 他出家前是谁 我师父自幼被道门收养 自然一直都是道士 不合 十五年前 龟须道长可是江湖中 赫赫有名的烂科其仙 李龟须 那又如何 或许是我师父不愿意招惹仇人 才隐姓埋名的 帮主之所以肯与封啸啸一同离开 是因为封啸啸带来了 李龟须的书信和信物 李龟须一直下落不明 直到近日才得到消息 原来他早已入了道门 成了龟须道长 我上门正是询问他帮主的生死下落 他却一味推腾 臣徐鹏举叩见皇上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吧 谢皇上 国公还记得朕的叔父端亲王吗 臣自然记得 十三年前端亲王聚众造反 福伯将军华清芳带兵镇压 端亲王兵败后 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子女妻妾 于阵前自问 爱卿看看这个吧 这是 当年华将军评定端亲王后的审讯奏折 你继续往下看 端王与人密谋 端王与人密谋 言谈中多提到撒库拉一字 经末将查证 撒库拉为南疆语 亦为长盛 陛下 这 这是宫中的太监 查阅皇族宗卿文档意外发现的 与吕长枝送上的奏折相呼应 你把这份奏折交给吕长枝 或许对案子有用 臣遵旨 敦王叔当年造反一事 至今仍是一团疑蕴 先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臣明白 来 少蓝 接下来我直接去杭州府出查 然后去吴王府 你是否要与我同行 听完罗长老的话 我发现我根本不了解我师父 他在杭州有一处别院 我想去看看 既然这样 那咱们分开行动 你若是要寻我 可来杭州万里行镖局分号 他们自有寻我的办法 好 暂且别过 晚些再聚 驾 保重 吕兄 里面已经烧成了废墟 除了将遗体移出收敛外 此地现场 无等未改变一丝一毫 多谢 长之 应离眼修成 可与天地日月改变 照解过去的环境 但修炼此术 你需闭眼三年 寻找天地日月中最契合的卖卖 能做到吗 父亲放心 儿子能做到 太红了 哎哎你怎么回事说好了不许禁啊我找吕长枝我就是吕长枝找我何事啊李神母求求你救救我家小姐你家小姐是 我家小姐是万里行镖局少总镖头方少兰 小姐带着我去龟虚道长的别院查看没想到那儿有人小姐想查清楚对方的来路和对方交上了手对方打了小姐一仗小姐她就成这个样子了 按这个方子去抓药准备药运 好 怎么样 吕大哥 我现在是不是很丑啊 少兰 我暂时压制住了你体内的伤势 但是时间不会很久 你认真听我说 你心脉本就脆弱 眼下已经被对方破了 若是血液倒流 打罗金仙也难救 现在只有一个方法 输到血液 才有不到三成的把握救你 辛苦了 李大哥 伤势 我 有个人 好吧 我们 编输涮 我 没 那 A 怎么 我 在带你 您 不 不能着私伴侣 若你不信我 可指一名你信任的丫鬟在一旁 吕大哥 你放手去坐吧 我信你 两位 三位 再来点酒 来了 谁让你进来的 阁下是哪一路人 还请报上民号 昨夜归须别院 在下四人是细雨楼的人 还请阁下给个面子 你们打伤了我的朋友 一人吃我一掌 这事就过去了 这么说就是不给面子了 我说了 一人一掌 你们破了我朋友的心脉 我破你们的丹田 若是细雨楼楼千任要寻麻烦 让他去京师找鬼眼便是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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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李大哥 你先说吧 你先说吧 少兰 我可能要先行离开杭州 我在想 你留下了养伤 不行 我们不是说好一起的吗 李大哥 你放心吧 我的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李大哥 李大哥 可是 也好 人在我身边 我也可以时刻照看你 那咱们说说案子 事情有点复杂了 我查探过吴王府 纵火人以一男一女为主 那女子不知底细 不过那男子使用的是屠龙手 屠龙手 我以前听我爹说过 屠龙手是紫碧狂生的绝学 可是紫碧狂生已经在五十多年前就死了 他有一个养子 他有一个养子 在紫碧狂生死后 为了避免仇家追杀 出家做了头驼 江湖人称乱头驼 乱头驼 族也在归序别院 那帮戏语楼的人也在找乱头驼 传闻多年前紫碧狂生死后 他的仇家围杀乱头驼 乱脱脱下落不明 那他们怎么会去归序别院寻找呢 不知道 我也从未在师父身边 见过类似的人 你还记得丐帮罗长老的话吧 当然记得 帮主之所以肯与封孝孝离开 是因为封孝孝带来了 李归序的书信和信 李归序一直下落不明 先是吴王府中 显露伸手 又不知所踪地乱头驼 然后是你师父 归序道长 也就是乱科齐先李归序 还有在罗长老口中 与归序道长同时离去 又消失的丐帮帮主 屠山谷 和武独教教主 丰孝孝 那你的意思是 不对 还有一个在细雨楼高价购买乱头驼消息的人 或许 也和这四人有关联 那我们现在就去细雨楼 那我们现在就去细雨楼 细雨楼诡异莫测 暂时很难从他们口中问出这个人 其余死人 以归序道长为何 中间又夹杂着皇族血案 和长生教 我想把这几个人 和归序道长的关系弄清楚 也许 整个事件的迷雾可以拨开一些 我们应该从何下手呢 或许 可以找到他 乱头驼有一至交好友 是散经客前不来 前不来是五湖剑派的弟子 驾 或许他知道乱头驼的下落 驾 不行 前不来触犯门规 被关在 骨弓剑狱 任何人不得探视 这是我剑派门规 我所问之事 关乎皇族安危 还望孽掌门通融一二 不行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见一面怎么了 你可以派人盯着呀 说的好像五湖剑派的规矩 很厉害似的 再厉害 能有国法厉害了 放肆 我听闻五湖剑派有一门规矩 叫做挑剑 不错 我五湖剑派有一门剑阵 若是有人可以从剑阵中获阵而出 我五湖剑派可以答应对方一个力所能及的要求 但剑阵之中生死不论 绝兰 我后站 你先从哪儿杀 滚眼一脉尾长之挑剑 吕少侠 准备好了吗 来吧 第一剑 太狐剑 出 第二剑 潮狐剑 出 叶掌门 一起来吧 狂妄 东庭 公子 颇阳 拜阵 走 承让 吕少侠 你赢了 五湖剑阵果然名不虚传 都是孽掌门带着传宫长老一起上阵 只怕我非死即伤 你是想见钱不来是吧 我这就派人开启监狱 你去吧 多谢 二位 潜师兄就在里面 你们自己进去吧 请 有楼 你们是谁啊 我没在剑派里见过你们 难道是新设的弟子啊 在下鬼眼一脉吕长枝 到此来问阁下一个问题 不是我剑派弟子 不 心孽的王八蛋可不同人情 没错 为了见你 吕大哥调了五湖剑阵 喝了这么大代价 估计这个问题很难答 答不答得看我心情 你为了那些会不会的 他你没关系 你听了你 那你们的 你听到一听 这听你们这听 乱 пар 你听到一听 你听不知 不懂 你听得很难 我听到一听 那我听到他的 他说啊 准备去做一件大事 什么事 他没告诉我 不过我知道有个人和他同去 谁 巴比飞鹰 铁锈飞 又白跑了一趟 那倒不尽人 李大哥 你是发现了什么吗 罗长老说图帮主是和封孝孝 归须道场一同去做一件事 而乱头驼和铁熊飞 也是去做一件事 这难道只是巧合吗 你的意思是 若是 他们五个人去做同一件事 剿灭长生将 如今其他人都下落不明 唯有巴比飞鹰铁熊飞胜在 那接下来你要直接去找铁熊飞吗 对 如今金 木 水 火都有了 还差一个土 我们要赶在对方杀人之前 找到真相 嗯 吕山宝 太好了 找到你了 王国头 找吕末何事啊 这是京城八百里加急送来的 我正准备送到五湖监派去呢 没想到在这里就遇上了 有了 告辞 吕大哥 怎么了 是吗 圣上怀疑端亲王案 可能和长生教有关 端亲王的事情稍后再说 我们先去一趟飞鹰庄 吕大哥 有件事情我忘了说 什么事 我家父来信 要与我在杭州会面 与我有要事商量 也好 飞鹰庄势必 我再来学你 自从少爷半个月前死了 王广家就劝了他几句 就被发卖出去了 我现在想想多胆寒 对呀 多吓人哪 你来啦 你知道我要来 我在戏语楼挂了乱头驼的单子 你能查到乱头驼 就能查到我 虽然过程有些初入 但结果一样 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十招之内打败我 我知无不言 你不是铁雄飞 你到底是谁 阁下好功夫啊 这样也算是通过了我家老爷的考验了 阁下看清了 这是我家老爷得自南疆的一门秘书 铁府前院管事王三米见过大侠 王三米 你就是之前被铁雄飞发卖出去的王管家 做戏给别人看而已 铁雄飞在哪儿 阁下请随我来 少侠请见 少侠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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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意思 老爷说能看懂 就是他要找的人 不能看懂 那就让这秘密 永远埋藏下去 那现在铁熊飞到底在哪 老爷出门前 将我易容成他的样子 他告诉我 若是半个月内 他没有回来 就去细雨楼 重金挂上乱头头的单子 到时候会有人出现的 谢了 国公爷 吕先生回来了 在哪儿啊 就在你给他准备的福地里 好 我去见他 快去背马 公爷 吕先生说要见他 先尽快调集惠王 蜀王 吴王 端王 济南王的所有卷宗 包括他们上座的奏折 还有 朱王封帝官员上奏 关于朱王的奏折 和锦衣卫的探报 一起送过来 等等 你决定他还要了端王的 对 没错 五个王爷 好 我知道了 下去吧 是 是 等等 背马 我要进宫 是 我看到你的留言 找我何事 十七年前 南江有一邪教叫长生教 可能是被中原人士剿灭 我想知道那次行动的内情 长生教 撒枯拉 你知道 南江风水渔图上面有记载 长生教世代相传的古书经典 新书 有着祸人心智和长生不老之能 不过 十七年前 被少教主托云思齐盗走 不知所踪 十七年前 你放心 我现在就启程去南江 只要有痕迹 我都会查出来告诉你 自己小心 老吕 皇上给我这些卷宗的时候 专门问了一句 什么时候破案呢 真相就在这些卷宗之中 看我什么时候能把它们找出来 老吕啊 姿势体大 找不到卷宗记载 我是不敢说出口的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福波将军 对 当年福波将军平定端王之乱 这朝堂上 怎么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福波将军平乱之后挂阴而走 只留下一份纸表 先皇也并未追究 这里面也有一些传言 我听说过 端王之乱如同儿戏 完全不像皇室作风 端王沉迷于道雪 一心求仙 当年储君之位都未参与 而请求就范 怎么会就突然要造反了呢 知道华将军平定叛乱 朝中很多人都不相信 他们更认为 是先皇削藩的手段 谁都知道 华清芳辞官是为了避险 时至今日 是 早已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这么说 华清芳是找不到了 来 怎么样 找到小姐没有 整个杭州城都翻遍了 就是没有小姐的踪迹啊 杭州城找不到就苏州找我 标军所有分号都给我停下来 找我闺女重要啊 之前小姐在杭州和一个少侠 拿走得挺近的 你说的那个少侠叫什么 知道吗 好像是 绿 绿长枝 鬼眼神不绿长枝 怎么样 找到真相了吗 很快了 不过现在还需要确定一点 确定什么 需要我帮忙吗 希望不是真的 不过我还需要确定 李腾之 你小子给我出来 他是谁啊 朋友 叔叔是过来人 规劝一句 年轻人 截指在色 总标头误会了 他是无影手高徒 过来帮我忙来了 不用解释 少年下课 我理解 咱们男人 自有男人的胸怀 我这个做爹的理解 少兰已双十年华 还是言归正传吧 方总标头连夜来访 所谓何事 我还正准备明日启程 去拜访您呢 要是提亲的话 我同意了 赔价 好说 总标头何出此言 行了 把少兰给我喊出来吧 今天我就应了这门亲之 少兰失踪了 失踪了 不要装了 赶快把少兰喊出来吧 方总标头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还请你坦诚相告 这关系到少兰的生死 难道少兰出事了 你问吧 首先 我是该称呼你方总标头 还是福波将军 华将军 你 你 你怎么知道 十三年前 端王造反 华清芳领兵枕压 端王兵败自划之后 华将军尚书得了腿疾 申请还乡 但没有人想到 福波将军 华清芳 摇身一变 成为了天下第一标局 万里行的总标头 方清华 我说得对吗 哎呀 我就知道换名字 要复杂点 这颠倒个个 总会有聪明人 看得出来的 第二个问题 少兰是你亲生女儿吗 废话 她当然是 还是端王的女儿 方总标头 这关乎到少兰的安危 当年我出入寒武之时 端王对我有恩 后来得知端王造反 我抢先出兵镇压 他就为了留端王一条生路 可是 没想到 你没想到端王如此刚烈 少兰是端王最小的女儿 当时已六个月 端王对她挥剑 被奶妈拼死护住 最后这个小郡主 被我找了个借口收养入府 我担心她的身份暴露 才辞职告老还乡 我担心 果然 洛阳洪 拿最大的勘语图来 洛阳洪 我说的地方你标记下来 是 第一个 蜀王府 济南城以西二十里 杜仙河 杭州吴王府 河间府以北六十里 我洛阳洪 你和洛阳洪 你和洛阳洪 荒阳洪 满城哪里 这朝你和洛阳洪 你也许我 有什么要的 这朝你和洛阳洪 我在那边 地势险恶 群山峻岭 秦木 水 荒土 少兰果然是土 你是说少兰是在这里吗 如果我没推断错的话 少兰 就在这儿 用油 用油 一切 一切 转到 再烟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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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快 越来越端 能够 快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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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这 来 长池 你以岳为限 每三个月都施展一次影灵眼 是鬼燕一脉最强的天才 不过切记 三月内不能连续施展 否则必遭反噬 爹 对不起了 流伤了 qué人符 他会想出炸它 蟹 即 dicen � Goblin 好 铁熊妃变成傀儡了吗 铁前辈稍后 我会找办法解除你们的傀儡携手 赶紧下 毒后风啸啸 前辈稍候 乱投土 玩 你陪我玩 神敢投身骨 连你也没躲过邪手的控制吧 尽全力 只能压制一刻钟 一损下烦 前辈稍候 我一定会找到解救的办法 快走 来 绍兰 雨昌之 好久不见哪 半个月前 我们才刚见过 是我亲手埋葬了你的尸体 归虚到账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没想到举 居然被你破了 没办法 毕竟你不是烂科奇仙 那你说我是谁呀 如果我没推断错的话 你就是长生教掌教之子 托云思齐 你还知道什么 长生教 南疆长生屋所立邪教 一共传承了十五代 第十五代掌教之子托云思齐 不忍邪教血迹 盗取长生教镇教保书 新书逃往中原 我说的可对吗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 不过 那也正是我错误的开始 人心向善 你不忍长生一世的血迹 盗保书而逃 事件善事 我来到中原 见到的第一个我入眼的高人 就是烂科奇仙李规虚 我为他折服 我告诉他我的身份 甚至拿出新书给他参想 希望能找到 挽救我教的方法 但是 我没想到 那李规虚竟然将我的秘密 告诉他的主子 你们大明的端秦王 端秦王一心想求长生 便和李规虚 密蒙我长生教的传承 就是你爹 打着剿灭邪教的谎子 联合吴王 蜀王 惠王 汇王 济南王 派出中原江湖人士 将我长生教 一举覆灭 等我赶回去的时候 长生教已经一片废墟 我恨 我恨道貌黯然的李闺序 我恨坦然阴险的端秦梦 我更恨中原那些 自以为主持公道的江湖中人 我更恨我自己 怀着一颗善良之心的自己 所以你就展开了报复 不错 我刻苦钻研新书 终于被我发现了新书的秘密 我偷袭李闺序 然后用新书里的秘书 隐容成他的样子 我用新书的古虫秘书 蛊惑段秦王 让他造反被杀 死后还背上乱臣贼子的罪名 后来 我掩来了乱头驼 风啸啸和屠山谷 用新书秘书将他们变成我的傀儡 我再加害他们的好友 乱他们的传承 然后再将他们的心智恢复 让他们在痛苦中死去 你这是杀人诛心 不错 不过新书中秘书三百 都是小道 我最大的发现 是真正的长生之道 我父亲 还有之前的所有教主 都搞错了 用那些普通人的血 是完成不了长生仪式的 只有用天地间最尊贵的血脉 才能被邪神认可 而这天下最珍贵的血脉 不正是他们大明皇室吗 那金木水火土又是怎么回事 说到这个 我不得不羡慕你们中原的文化 道教的炼丹之术 却让我找到了长生大阵的改良方法 差不多了吧 不要 少兰 最好别动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充学吗 你这一身功夫都是我教的 那你当初为何要救我 丫头 你当真是傻呀 那次掠夺 是我一手安排的 我早就知道你是端王的血脉 从一开始 我就把你当作炼丹的炉顶 你练习的内功 还有我给你的丹药 都是为了 让你成为更好的药炉罢了 我故意让你充学 就是为了让你体内的血液更顺畅一些 炼丹成功率 也更高一点 还有一炷香时间 打翻了你 正好开始炼丹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 要尽快结束这一切 你一开始炼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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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达桑 影灵眼并非是鬼眼的极致 姚广孝祖师说过 回溯时光只能称之为眼 只有脱离眼睛 才能做到真正的影灵眼 又叫心眼眼 秘术犯事 玉长池 看来你为了找到少兰 可是花了不少的代价 好 那今天我就成全你们 让你们做一对同命鸳鸯 来 盛兰 再稍等我片刻 我们一起出去 开启了心眼又如何 死到临头还狂妄 今天你们都得给我死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只是封死了你全身的精脉 为什么不杀了我 赶紧交代解除傀儡邪术的方法 黄血流济 你 诺凡臣 难可以去谋长生 驴长池 这一局 我输了 但 你也被赢 我输了 李大哥 你没事吧 没事 弟妹 好剑法 公爷今天怎么想起来 来咱们这穷乡僻壤呢 皇上啊 下旨封赏了 老吕呢 我这就去叫他 不用喊 我来了 老吕啊 公爷啊 这皇上赏了我一个什么呀 风薄了 神眼薄 恭喜啊 伯爷 不就一个伯 还没你的爵位高 吕 大哥 公爷是世袭传国公 非开国是不会封的 是啊 你和他中间呢 还差了一个侯爷呢 哦 少兰 那你先帮我招待他一下 我还要给四位前辈 运功驱邪呢 哎 你 老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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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吕啊 朝廷又出大案了 老吕 你只要把这个案子破了 我一定尚书给你封喉 怎么样 神眼喉 没兴趣 我提供的 老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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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certain 你许多了 老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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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吕